整个小嘴 咬吧 坐 好哥 握手 哎呀你真小手 太小了 上厕所黑牛 哎呀刚到这里就拉来 我在小黑牛最乖了 小白都在世的时候特别喜欢他真的 黑牛真的是个好狗 好狗 黑牛你拉屎了 这家伙拉了 哎呀还挺成型的 挺健康的 小黄赶紧上厕所 你半天不上 小黑都上了 就你还没上 赶紧上了吧 别拉着抽你 拉着抽你太抽了 听见没 你在里面你也不舒服 小黄趴着吃 吃吧 在这边是买不到狗粮 只能给他们吃方便 大米饭都是从西藏带过来的 这路上他不让下高速 没办法真的 赶紧吃吧 好吃吗小黄 两个的鼻子都挺湿的 所以说很健康的 我在无人区坚持了60多天 才救到了小黄小黑 真的中途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 最让我伤心的还是失去了我的百度啊 就是那段时间吧心情特别不好 有一个网友他加了我的微信 我本来心情就不好 很少和别人聊天 他就一直问我百度怎么死的 一直问我 然后我就没理他 我就把他拉黑了 后面吧 他一直拍视频来诋毁我 他就说百度是我拴在车上拖死的啥啥 这些真的 你跟这种不养狗的人解释 你永远解释不通的 只有养狗的人才知道啊 还有以前看过我 收养小白度 就小白度 就我拿保镖的 都知道 我觉得干不出那种事啊 我就把他拉黑了 后面他就一直拍视频来诋毁我 就说我是什么网络骗子 骗大家的钱啥的 哎呦 如果我真是骗子 我还能到现在还能拍视频吗 那平台早就给我封了 还有你直接可以报警啊 对吧 也有网络警察 他也可以管这个事啊 这怎么人家骗呢 我想不明白 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确实待在文区60多天 真的 如果大家怀疑我没有呆在那里 说我的IP地址什么浙江的 你不信 你直接打电话到富兰先去问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开面包车的 在那里呆了那么久 就这么简单的事 哎 真的 我真的不想解释啊 但是没办法 他一直喷我 我在想这个人啊 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 如果是一个聪明的人啊 不会就说 无端的 没有任何理由的去指责一个人啊 首先我真的没有骗大家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像我现在开车上了高速 真的 又要给油钱 又要交过路费 真的一天就上签 我真的很难承担得起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事实 我不信你开车上高速你不收过路费 那我要说 哎呦我开着车在高速上一分钱不收 完了油钱也不用加 他不符合40啊 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网友啊 你诋毁我一点用没有 看过我就百度就保镖 就小黄小黑所有视频的人 真的他们觉得相信我的 我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人 凭心而论啊 因为我本来就小黄小黑 就是因为可怜他们 但是中途发生了那些事 对吧 我作为一个拍视频的人 我肯定是要记录的嘛 我不可能说啥都不记录嘛 但是你要来诋毁我真的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啊 你又诋毁我的这个时间 你自己可以拍视频赚钱 也可以啊 你去干点别的能赚钱的工作 为什么要花那个时间来 无意的就是无端的猜测别人 就是很无耻的诋毁别人 对你没好处 当然对我也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相信我的人他始终是相信的 我们就说点实际的吧 我的宝镖啊 从小小一个我骑行的时候我就带他了 我带他到西藏新疆 又坐飞机花了四千多块钱把他带回来 只养到现在啊 还是很健康好好的 这就是40 我的小白做 我刚捡到他的时候 有狗温细小被别人扔掉的 真的 我救了他 花了一万多块钱 然后带到了西藏 一路上大家可以看我的拍的那个视频 真的 他跟我的那个关系真的挺好 每天都沾过大嘴对我笑 后面真的 发生了这种意外 谁都不愿意 这种心情真的只有养狗大人才能理解 小黄小黑 我前年遇见他 我就想对象当年的一个承诺 我坚持了66天 真的 不讲道理吧 也可以讲点良心吧 我确实把他给救了 对不对 现在放在车上了 每天给他搞吃的 我自己没吃 我都给他们喂了 我就我的保镖摆着 小黄小黑 这就是事实 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但是你要老说 我的百度是我伤在车上托死的 真的 我是很伤心的 但是无所谓 这个吧 不管是人 只要你是一个人 说话 做事 都是讲良心的 如果你不讲良心 迟早会招报应的 拍视频诋毁我的这个家伙 叫书博士看世界 大家去看一下 他怎么诋毁我的 真的 无凭无据嘛 都说我骗网友打钱 我骗谁打钱的 都是自愿的嘛 对不对 如果说骗到你 那你直接就去报案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在那视频里 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任何理由 不断的指责一个人呢 真的想不明白了 无非就是那天 百度去世 老发来问我 反正我把你拉黑了 你就来诋毁我 真的 这样有意思吗 但是这也是你的权利 我还是说 我不会求任何人 你要继续黑我 你就继续黑下去 你只要有时间 你只要愿意干这个事 反正相信我的网友 他始终是相信的 不相信我的 那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做到为心无愧 做自己就行了 反正你继续吧 我也不想说别的 你想黑我 你就继续 你坚持下去吧 对你没好处就行了 我就说这么多 下期再见吧